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人蔡世英现身立法院对外说明 蔡世英首先表示有关台北大学博士论文部分 经过她的申诉 台北大学审查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 论文重新补证 博士学位保留 重新补证我的博士学位保留 那在这个部分 事情也特别在向所有的好朋友说声致意 致歉在这论文的撰写过程当中 有部分有漏列要补证的部分 我会尽数把它完成补证 那毕竟这个博士论文是我过去花了十年的心血完成的 那也为了写这个博士论文 曾经完成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著作 所以我觉得我的博士论文真经不怕活练 那我会尽数按照法定的规定时间内 把相关的补证资料给予她补证 蔡世英紧接着表示 经过她长时间的思考 以及与许多好朋友谈过后 她决定不竞选连任 未来除了持续做好立法委员的工作 对于2024总统大选及基于立委选举 她将全力扮演好辅选及抬教的角色 过我的考虑 以及跟许多好朋友谈过之后 那我决定2024年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不再参选 那我会未来把时间的重点花在第一个 因为世英本身也是目前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我会努力的来协助 我们的行政立法部门 在国防外交的议题上面 相关的法案 相关的预算案 能够尽数在立法院获得通过 尽数的来协助大家 把其意的意见加以整合 第二个 对于明年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世英也会扮演好一个 扶选者抬教者的角色 努力的来协助台湾队 捍卫台湾的价值 在2024年的时候 世英会来继续 会来支持我们的赖主席 参选总统 那当然在地方的过程当中 世英也会来协助 未来我们党内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那我也相信 每一个世代的交替过程当中 都有优秀的人才 那世英在这个部分 我会来努力 来协助新的候选人 让他继续有机会 为基隆市民而服务 对于包括内政部长林又昌 的助理 参选市议员 参选议员 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恩在心 那林又昌林部长在基隆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也非常感谢在过去政治上 他也协助我很多 那我相信 未来在我们基隆的这块 公共领域里面 我也会持续来努力 所以我想我跟他的关系 是不需要被怀疑跟质疑的 那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目标 让台湾队好 让基隆队好 有媒体询问 蔡世英不参选立委 是要为下一届参选基隆市长做准备 先蹲低再跳高 蔡世英则是笑笑没有正面回应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对于立法人蔡世英宣布不竞选连任 内政部长林耀昌受访时证实 日前参与蔡世英深谈 去年基隆市长选战中 公都盟评鉴第一名的立委 竞输给对手哥哥罗 及一万元懒一金 的确让蔡世英有点灰心和气馁 觉得蔡委员 可能因为许多的一个因素 的一个考量 那最主要是他觉得公都盟 评鉴第一名的立委 竟然在选战中不敌这个 哥哥罗或者是这个一万块的 防疫染疫金的这种 试买票的这种政策 所以他觉得有点灰心跟气馁 那另外是在选战的过程里面 他觉得遭受了很多 这个恶意的一个抹黑跟攻击 对于他的人格 以及他过去所做的一些努力 有很大的这种抹杀 那在选后呢 他觉得还在持续的一个进行当中 不过林又昌勉励蔡世英 竟然博士论文案已经还他一个公道 他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透过选战过程 让市民更了解认识他 因为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选战过程里面的这种抹黑 种种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要相信人民 相信人民的一个智慧 以及最后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是建议他 现在论文既然已经回复给他了 而且还他一个清白跟公道 我是建议也劝他说应该借这个机会 在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来站起 重新的利用选战的过程 那去让人民更了解认识他 那也让过去的这些抹黑跟恶意的这种攻击 也能够透过选战的过程里面 去更加的一个厘清 那亲者自亲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要重视人民的一个智慧 在选战的过程里面赢得胜选 然后为自己赢得一个公道 李永昌也透露上周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与政国会成员参讯时 得知蔡世英的博士论文案朝正向发展 大家还给予鼓掌 他还是劝蔡世英因以大举为重 而且选举恰好是还蔡世英清白的机会 至于地方上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 与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对蔡世英不进选连任的消息都感到很压抑 尤其蔡世英连续两届都被公督盟 评鉴为最优秀立委 不继续竞选连任让人觉得很可惜 毕竟蔡世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法委员 尤其他在两届的立法委员里面 是被国会监督联盟 国会监督联盟评鉴为最优秀的立法委员 我想对于我们民进党在基隆市的立法委员 他如果不选的话 事实上实在是一大损失 但是他个人的深海规划 那么我们要尊重他的自己发表的言论 那我们会利用未来的这几天 再跟蔡立委取得联系 希望他能够为党的团结 以及为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能够继续来为党而努力 尤其2024我们必须要一起 把总统跟立委的这个选战打好 所以我们希望蔡立委能够 这个为党的前途来设想 大家一起来努力 第一天就前往林表的 民进党金融市议员张志豪表示 之前曾听说蔡适应委员可能不选 没有想到真的发生 因为从上次选举完之后呢 也有多多少少地方有传闻 说委员可能有在思考 这个不一样的道路 那我们就在 我当然是 其实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支持者放心 就是说2024我们一定要赢 那我们也是有兵强麻壮 人才记忌 我们其实很多的人都愿意 为这个捍卫这个本土政权 挺身而出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林表及登记最后期限 都到3月24号 如果有超过一人完成登记 在4月中旬前将进行协调 协调不成才会举办党内初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议长同志伟和市议员许瑞茨一起参加 未在11路126号 全新的元大银行基隆分行热闹开幕仪式后 针对民进党籍立委蔡适应宣布 不再竞选2024立委 外界预估民进党内新生代现任市议员 将会出来党内初选争取党内立委 提名人选的问题 对此同志伟呼吁同志们团结 公平竞争搭配赖清德副总统 一起赢得2024总统及立委选举 我想民主价值本来就是我们民进党的DNA 那我想这几天大家都有看到新闻 那我想我们党内多有同志都会多所讨论 那我想我们会经过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初选的制度 产生一个最强的候选人 来搭配我们2024的总统赖清德 那我想我们会 大家会努力团结才是唯一的胜选之路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团结 然后公平竞争 那也是我们主席的指示 那我们会做在这个思考之下 我们会团结一致 共同奋战2024 因为这个礼拜是我们民进党的这个 立委登记初选的时间 那目前都还没有同志登记 那我想大家还在讨论阶段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保持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 那我们会一定会全力支持 经过一个公平制度产生的候选人 那我们会努力团结赢得胜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等待捐血的民众到基隆捐血站 络绎不绝 有的则是拿着号码牌到别的地方等 3月21号 22号两天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和基隆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做爱心 特地结合基隆捐血站 举办捐血送鸡蛋的活动 捐血250cc送一盒10颗鸡蛋 捐血500cc送两盒鸡蛋 鼓励民众踊跃捐血补满血库 我们也期许用捐血来救更多的 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才特别发起了这个活动 那只要你愿意捐血250cc 即可以获得我手上这个 总共10颗的有机鸡蛋 如果你捐500cc即可获得两盒 还有精美的口罩 那也再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捐血做公益 前阵子因为缺血现在很严重 那很多民众都会听到这讯息 大家都有感觉 那天气也很好 所以我们这阵子的血量有上来 有上来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希望民众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血才不会因为天气环境 或者是其他什么动荡液 去造成我们的血液 由于是蛋荒期鸡蛋很难买到 因此也发挥效用 吸引比平常日多大约三倍的民众前往捐血 当然有许多民众本来就有捐血的习惯 但是能够捐血做膳事又能够拿到鸡蛋还是很开心 又可以捐血做膳事又可以拿到鸡蛋很开心 对当然就是很方便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比平常心 但是总会有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干净 基东市捐血站也非常感谢市议员张炳君 以及基东市乐活人生发展协会做公益 协助呼吁捐血一带救人一命这件好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仁爱国小对面原本有设置10个左右的汽车停车阁 不过因为信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启用 因此在议长佟子委前议长张芳丽议员 以及市议员郑文婷等人联合建议会看下 市政府交通处同意涂销停车阁划设红线 改为家长接送区 允许开车及骑车接送学童上下课的家长 在上下学特定时间内临庭使用 这个熟悉我们市中心的道路 大概大家都知道说 仁岳路这边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庞大的地方 尤其在周末然后临近庙口 那这边又有两间非常指标的小学 所以出路动线有点复杂 那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的开放的关系 所以我们停车空间已经足够 所以在张前议长跟郑文婷总招 也非常关心的状态下 我们来办理会刊 希望交通处跟交通队来做一个调整跟改善 那我们希望扩大这个路幅 所以把这个路边的停车阁争取来做取消 那那个改成家长接送区 那刚刚交通队也特别建议说 我们机车跟汽车的接送区可以来分流 我想也是非常好的建议 那我们就希望交通处尽快来办理 市政府交通处方面也建议 未来靠台电大楼一边为汽车临庭家长接送区 靠仁爱及信义国小这边为汽车临庭家长接送区 议长佟子委也表示 将会督促交通处紧速完成新的标线标志 在两个礼拜内重新划设完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阿伟啊 头真是怎样啊 就仁爱桥4月10号 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有什么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啊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啦 这样才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败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市场外墙围起了围篱和防护网 祥风市场已经超过四年历史 政府去年争取1600万元经费 针对内部结构进行耐震补强 虽然内部正常营业 但对于整修后的市场 民众和摊贩都很期待 这个市场就是要大要集中 看贩多才有生意赚 人家才会来买 我来这里买一半 那另外一半去街上买 或是别的市场买 那这个市场就没有意义 这个市场能够来持续来使用 可是旧房子连线到了 我是感觉 还是虽然说暂时的结构补强 以后还是要一劳永逸 看怎么样 重新 这个地点也不错 可以做一个规划 做一个前面的那个活动或市场 各方面的多元化的场所 这个是最重要 很多里面是期盼 甚至还有说 以后地下室能做一个停车场 这是里面期盼 因为现在停车场太少 车子刚才说车子越来越多 很难停车 市议员张浩瀚关心工程进度 邀集了里长简小冬 产发处市场科到场会刊 目前工程只剩下外墙防水器工程 若天气许可 厂商将尽快施工 预计三月底就可以完工 我们翔风市场现在正在进行 有关于内部结构的一个 耐震补强加强的一个工程 那同时也进行外墙的防漏水的 一个工程施作 那我们只要天气许可 预定的话 一切的工程会在我们三月底 四月初的时候 我们会完成并且让现场恢复原状 那翔风市场本身的结构安全加强 没有问题之后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 都能够来到翔风市场 来进行一个消费 不过翔风市场这几年逐渐没落 摊位数寥寥可数 如何吸引摊贩进驻 让商家有生意 市议员张浩瀚说 传统市场转型势在必行 我想翔风市场启用已经超过40年载 过去因为这一段空间不只在做市场使用 上面还有礼民会堂 那因为建物非常的老旧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一直持续来推动 翔风市场的耐震补强的一个工程 那终于在去年八月动工了之后 即将在下个月中正式来做一个完工 那我想翔风市场除了是 那我们也会要求产发处来在翔风市场推动 我们市场改造的一个计划 那希望像比照台北市的一个东山水的一个市场 那提供不只是在地民众来做一个消费使用 那更重要的是也希望吸引未来在安南桥地区 观光游览的旅客也能够进到市场里面来消费 来带动我们翔风市场 未来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让我们的摊商能够做得更加的开心 那另外其实翔风市场也拥有非常多的一个美食 我们翔风市场也是属于传统的市场 那传统市场一般来讲都是找市的形态 换句话说到中午左右它就会结束营业 那随着翔风市场本身的饮食摊位越来越多 那全天性的营业的需求也会增加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摊商进行充分的沟通 看是不是让翔风市场能够转型成为全天性的市场 翔风市场拥有著名的日式料理早餐店等美食 市议员张浩翰说 整修后的市场焕然一新 喜爱品尝美食民众可以到市场走走 也许有不同的收获 记者黄梢明 基隆报道 轮胎停比较近 然后这边的碎石头就会直接就掉下来 它已经没有办法附和任何的压力 人行道经不起轮胎长期碾压 路员出现大小石块剥落散落在路旁 一名富人今年年初外出时不慎滑倒受伤 当场摔到头破血流住进医院 太老旧 因为这已经很多年了 毕竟三四十年了 所以说车子每个在这地方都卡到它 就脱落了 那我在那边经过就是 孩子可能完 我就踢到那个地方 就受伤了 老正在这里要遇到 出事的地点在安和一街 破损人行道转弯处已经修补过 但仔细观察 安和一街二项四项 急周边一旦商圈 人行道相当老旧 虽然都已经修补 但只是暂时性 让不少里民不能放心 路不平然后车子车料 拈过比如说有一些破损 照着行人走过去危险跌倒 这个薄薄的压很快 很快也坏掉 你看那个耳的是自己点 那个耳的没点 石头都没有弄丢 拿起来 你这样人家走 小石头就滑倒 由于人行道就在商圈的巷弄内 平时人潮就不少 担心闲安全 金融市议员吴化家邀请了公务处 台电及水公司会刊 公务处说 今年将争取营建署经费 来改善迈进商圈 人行道工程 现有的人行道会一并纳入规划 在规划迈进生活圈里面 人行道改善生活圈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规划中 要提案给营建署 让他们审核通过以后 我们才会划包去做这个工程 就是说到里长有通报说 就是我们人行道的部分 破损严重程度 经常有民众跌倒 那今年最严重的是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邻居跌到一个头破血流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办了这一场会 因为里长其实也通报了我们市府单位 但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市政府已经有先来做临时性的补强 那长远的部分已经请市政府提送 那个人行道改善的计划 那需要我们议会协助 或者是需要中央协助的部分 也有请我们的那个立法委员 蔡新这边也来协助 那在我们的除了人行道部分以外 因为我们的车道路面也破损的蛮严重的 那我们刚刚有稍微检释了一下 关于就是有一些部分的路段 台电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就会进行跑步 那其余部分刚好适逢今年 自来水的管线态换工程 所以我们会请自来水工程 施工完毕之后进行全面的跑步 还给我们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道路 除了人行道严重的破损 路面博油出现了坑洞 台电及水公司今年将进行管线施工 议员无话家要求管线单位 做好路面重铺来维护行安全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不管是拍摄影片介绍家乡 线上交流组拉间 还是亲自写信相互交换礼物 谢谢你们的衣服 我觉得你超棒 那个字 你的文字比我更好 我喜欢中国人 谢谢你们的文字 孩子们实现自主学习与国际交流 我愿意参加这个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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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堂在线上与美中地区青年文化大使的交流 以介绍传统民俗庆典为主 从英语口语练习到文化交流 开启孩子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那藉由校长的安排跟主任的主导 然后我们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国际文化的交流 让学生藉由节庆这个主题 可以跟国外芝加哥跟纽约的朋友继续交流 在老师的国际教育社团的带领下面 其实希望的就是孩子可以开启不同的视野 那我们也真的发现 其实这一年多以来 尤其我们跟纽约的欧陆Middle School 在签订MOU之后呢 其实孩子在很密切的线上交流 还有一些可能实体上的一些明信片的一些交流下 你会觉得孩子其实更勇于去用英文这个 所谓的第二外语 让他觉得更亲切 可以跟外国人有更多的一个熟悉 那我们觉得孩子在线上 其实有很多可以谈话的一个空间 老师也做一些引导 我觉得扩展孩子的视野 这件事情是我们从国中 其实就可以一步一步带着孩子去扩展 真的他的视野世界在哪里 然后所谓的Global Village在哪里 透过与国外学生交流 拓展孩子的国际视野 不只练英文 更建立数位公民素养 今年暑假 芝加哥青年文化大事将抵达台湾 在民传国中办理五天的全英语营队 带领学生走向世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透过电竞赛 国中学子展现团队合作 反应能力 策略规划等多方面的技能 我们是地内国中 然后看到消息 然后过来报名 希望我们可以得第一 我觉得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每一到放学 我们放弃了我们打篮球的时间 我们直接跑回家 然后就一路打到半夜 然后隔天上课还差点迟到 真的我们真的很认真 电竞真的是要努力练习 在光荣家商登场的电竞赛 以传说对决项目为主 邀请基勇子弟 以退役的电竞选手 如今是教练的贺明贤担任裁判 对战队伍分别在电竞教室 与电脑教室举行 校方还开出了一间关键室 让来自不同学校的孩子 相互交流 我们这次是跟威刚科技 然后一起举办传说对决的电竞大赛 选手要获胜的话 就是把防御塔 就是有运用不同各种各样的战术 以及搭配你的角色的选法 那战术上的沟通来 就是用团队合作 然后把对方的主宝推掉 来进取获胜 对 然后就是可以 所以伴登市比赛也可以就是发掘基隆市更多的人才 希望孩子展现他的天赋 所以光荣驾山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 为基隆地区的孩子办这样一个活动 让各个国中的孩子 来到光荣驾山的电竞比赛 那透过这个比赛里面 同学们学习了沟通合作 展现在竞争的里面的一个策略跟方法 那为他们自己赢得一个比赛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的最重要的意义也在这边 那也期待 所有的国中同学 在未来里面 他的天赋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现 电竞比赛成绩出炉 冠军由正兵国中爆回 二三名分别是成功国中与定内国中 透过电竞赛 学生们发挥才华 展现自我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